这是一个可以改变每个韩国年轻人的地方 所有创业者将在这里进行比赛获得投资 眼看组队时间只剩五分钟 达美所在的小组还缺少一名成员 这时他注意到了在书店遇到的施亚 麻省理工毕业的他成为人们争抢的对象 面对邀请施亚一副傲娇的姿态 哪只一转身就看到达美直接跪在地上 高中毕业的达美明白学历的重要 他承诺施亚不会让他身兼数值 你只要负责设计的部分就好 我会让你实现自己的价值 想想上次图书馆节下的梁子 施亚也想看看达美的名乃 于是同意加入他的队伍 接着就是团队演讲的环节 每个团队派出一名代表 用三分钟的时间说服投资人 好友担心达美无法准确解释人工智能 于是提议让道山上台演讲 这时制品走了过来 说虽然不能保证达美一定成功 但是如果换成你们那一定会失败 你们虽然熟知人工智能 但是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都没拉到投资 你们确定可以通过今天的演讲突然成功吗 并表示如果达美演讲失败 自己就以个人的名义投资他们 这让道山他们彻底放下心来 接着制品找到达美 帮他修改演讲稿 并教授他演讲的要点 这让达美开始疑惑 制品为何总是帮助自己 最终达美不负众望演讲的十分成功 不仅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也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肯定 接着达美找到制品 问他为何要帮道山欺骗自己 把自己的房子和汽车借给道山帮他演戏 为什么要说话 我们要帮助我们 就在制品想要解释的时候 道山跑过来 告诉达美已经有导师愿意投资他们 两人高兴地抱在了一起 另一边奶奶担心达美这几天因为比赛太过劳累 于是特意做了她爱吃的紫菜包饭 却没想到遇见了当年抛弃自己的儿媳 也就是达美和人才的母亲 奶奶讲述着达美一路走来的心酸 当初达美考上了好大学 为了给她凑学费 奶奶卖掉了热狗店 可心疼奶奶的达美却选择了休学 高中毕业的她便开始四处打工 为了给奶奶买餐车 她努力赚钱 为此还摔伤了腿 妈妈听了愧疚地流下泪水 他们的谈话被一旁的制品听见非常痛心 奶奶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上 鞋带松了都没发现 不放心的志平跟了过来 她帮奶奶系好鞋带 埋怨奶奶当初为何不跟自己联系 志平觉得都是因为自己 奶奶和达美才受了这么多苦 她宁愿听到奶奶说当初不该收留自己 这样她才会好受点 可奶奶却遗憾错过了志平的童年 孙子在跟我在一起 不想做什么 也有的 最后 如果要够在我的天 在某节目上将会打开 城市传统年 也是小菊礁 吃饭 如果可不忍弃他们 と不抗亚的家人 此时的志平早已失了眼眶 他下定决心要好好弥补达美和奶奶